玩具TV第幾話? 29 季大結局 最後一集 不知道下次會不會還有玩具AV 所以大家先做一下 沒錯 我先做一口東西交給你 今天有一門又有三傑 傑老師的玩具就是一門三傑 就是Acid Ring 今次介紹的是什麼? 首先說我這個 就是FAV A93 就是一個叫做拿菲利強弓手 厲害 故事就是 這些玩具有很多隻 因為這些是強弓手 在第一道防線的時候 就要靠著後面 你看他的背部 有個機械臂 都齊了 這個機械臂可以移動 可以夾槍 夾刀 他們有個口號 如果走後門不能取勝 那就強弓 即是我們喜歡走後門 搞不定 就行強 沒錯 那就是這一班人的使命 即是一個打衝鋒陷陣的強弓手 所以他就叫做拿菲利強弓手 這次這隻公仔也很漂亮 首先可以 讓我看看 可能要放近一點 我覺得這次很精彩 現在真的 Acid Ring的樣子 越來越漂亮 這次這個人 因為這些可能是冰仔 沒有特別的樣子 所以就套住了 好像鬼面罩 這樣 就只是露到眼睛 帶一點邪氣殺氣 好 很漂亮 然後 塗裝也很漂亮 除了這個之後 其實他還可以 這次他不是換頭 直接把頭盔真的套進去 直接把頭盔真的套進去 本身真的說 Acid Ring的那些 Figure 1-18 通常都可以套進去 對嗎 但待會那個就不行 可能因為他的頭有個面罩 所以就遮蓋鼻子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一蓋下去 你看多漂亮 蓋還可以開 然後也可以蓋起來 看到嗎 這樣一蓋起來 哇 強功了 這樣就可以衝鋒陷陣 然後呢 剛才也是 這隻公仔 亦都有很多工具 就是一把 DX-22 戰敲 DX-22 戰敲 好像是長槍 又可以坐地 正 可以坐地 躺下 好像那些 追擊槍一樣 然後呢 好了 扔下槍 還有兩把手槍 KZ-4 KZ-4 在手上 可以插到腰袋裡 剛才已經插到腰袋裡 對 又扔走它 扔走它 對 再強功 Dynatack 對 就是這個機械備 很厲害 可以這樣 踏上肩膀 當然 你看它本身 說得是叫強功 所以 你見到 現在的肩膀 兩顆鏈鋸 都是 強功手的 基本裝備 所以 純粹說 可換性來說 這隻強功手 是沒有得定 很厲害 很厲害 鋸 一隻衝過去 萬苦莫敵 然後 還可以 吐 拔出來 手提加槍 也可以 手提加槍 就是這樣 可動性 我猜 跟以前的 大同小異 不過 因為這隻 多規格 那些活動 會有很重 武裝 這就是背骨 Dynatack 拔出來 後 可以看到 背骨 很漂亮 機械尾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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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加強高機動性 然後 肩膀 亦有護甲 很漂亮 始終它多規格 可能那些活動 會是 大腿的位置 就少頂 這裏就最盡 向前 就最盡 但是 如果 提膝 屈腳 這些 摺上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 貫徹 傑魯斯 整個 asset ring系列 那麼 精彩的 舊化 每次都見到有進步 就着裝甲服 和一般的人形素體 特別是臉上 跟早期的asset ring 是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很明顯 而且 我覺得它現在 用的顏色都很漂亮 像這個 這個 很深的灰色 再裝那種 雅紅色 是很有那種 很高級 很有型 很有戰爭的感覺 如果真的拿去外拍 你就可以聞到那種 煙舌味 那種感覺 是呀 因為它真的有一點 好像燒焦了 是呀 總之有那種 是有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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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火的味道 是呀 那當然了 強攻守 我個人來說 極度推介 另外一個角色 都不能少 Never 不是這個 蒙面超人的 W 那個Never 它的中文名字都很難讀 算了 我不懂 拉姆諾伊爾 Come on baby 拉姆諾伊爾 好 看回 你這個姿勢真棒 好 看回Never 本身的本體 看見 始終都是官階高 軍官級 看見它這麼漂亮的樣子 和它的歪帽 這個帽還可以拆 對 對 也有它的專屬頭盔 很漂亮 這個頭盔都 但這個好像打不開了 對 這個是給你換的 對 這個就是 但我想說這個很棒 這個很帥 好像骷髏骨 根本就是骷髏骨 對 這個就不能插在頭上 真的要換頭 沒錯 看見本身 早前 Ricky已經把大部分的工具 上去Nevera身上 沒錯 兩支槍 兩支手槍 還有兩支手榴彈 另外 整身 特別是就著它這個 十五部隊 的color tone 都會是用 深灰色和暗紅色 去做主色 在肩膊上 也看到它本身所屬的徽章 有十五個字 對 除了十五之外 另外這邊就是 部隊的圖騰 當然你說就著它 Nevera這件裝甲服的 體型 其實大家都熟口熟臉 但是配了這個color tone 和本身這麼精彩的頭雕 甚至是一些marking 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給大家 既然是這樣 換上頭鮮 還有它也有很多工具 比起剛才我這個衝鋒隊 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它的工具 這把是甚麼部槍 這把是甚麼部槍 多個工具 其實大家都熟了 差不多 看到這支長的DX17部槍 另外有MSG3的衝鋒部槍 這兩支 手槍就是剛才見慣的KZ4 總之 總之是 完全不需要就著工具 需要和它擔心 是的 還有你不要以為 它兩隻公仔 這麼接近 可能工具就一樣 是嗎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想要這些工具嗎 你想要剛才那些工具嗎 麻煩你買那一隻 這下真的很多 當然你有其他玩開的工具 是可以用的 只是顏色不配合 所以你都是要進的 都說要進的 不過都挺好東西 我覺得這次阿傑老師 他這兩隻東西 就是這個強攻手 這個機械臂 真的只可以負負 他 因為這個屁股 是零零七七多了 其他都有十字 是嗎 但你那隻就沒有了 你的軍官高 第二款裝甲服 即是第二部隊 都有的 可能是高一點 或是欺慰 千面萬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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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頭盔還會殺氣 真的 好 麻煩 我這隻就要陪德哥在旁邊 一起殺敵 是 那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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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never 但這隻真的 有時候很壞 你這隻Never 應該買一隻 就夠了 但我這些衝鋒部隊 最起碼都要有兩三隻 在頭才要衝鋒 是 嘩 重點是 特別是 這隻強攻手 你這麼多工具 而且我很喜歡他的機械臂 所以變了都真的 沒有的 你看 嘩 多有型 然後 再巨蠻 除了瘋線 還是瘋線 今次要介紹的是 雖然主體 裁缺者 大家都見慣見熟 但是 今次用了15部隊的賞識 以及本身 就是用了四部足的方法 去給大家看 是 因為它抵食的地方 是 可以有兩重變換 嘩 真是抵食 好 先拿開兩隻兵仔 我們現在就玩它 是 先交給你 好 首先 大家看到 我們可以先吸收 那些蓋子 就是一個這樣 一個強攻型的 好像一個高機洞 可以遊走於 那些戰場 可以周圍去 那些叫做 雅力 那些爛房 一下就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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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上去 就是 剛才說的 這裡可以打開 那麼 就可以把駕駛 小一點 給你 好 先拿兩隻槍 走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裡有兩個 搖控桿 可以移動出來 如果你不去用人 就可以移動 然後 先把它放進去 好 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剛才德哥就說 有些什麼值得吃 就看一下 準備 後面先開這個 這裡有些機關 就是那個 背囊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噴射器 噴射器或者是散熱 散熱器的位 然後就 好了 到真的 不用衝 不用衝 不用衝了 你去完爛地之後 只要將它一摸 暴力出奇蹟 換回腳 哇 這些塗裝 生瘦那種感覺 真是做得很好 大佬 如果有朋友知道 其實就著這一方面 我想特別是 一些瘦飾 或者泥塵那種上色 是不是真的要用人手 還是可以移印射下去 都不妨在下面 即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的 現在就變成一個 雙腳步走行走型的高機動 的 厲害 後面這裡 本來 不知道為什麼 這把槍 只是插在它的屁股 什麼 剛才那個 四腳爬爬 就不能插 對不起 你想用這把步槍 就要換回這個 雙腳機械人的形態 拔出來 讓它拿回 哇 其實真的 整個箭 你買得多這些 S-S-Ring 又有車 又有機械人 又有四隻腳 又有冰 其實真的很偉智 我想說這一個系列 你不是買一盒半盒 你買一盒 你基本上 我坑 都真的很難 而且老實說 傑老師又出得密 好像越出越密 當然 好坦白說 好像越出越密 大部分都是一些 加加減減 轉式 或者可能就是 小半身和下半身 改一些改一些 但是再好坦白說 它配合不同的顏色 和不同的製輝 有不同的感覺 對 你就是糟糕 對 你不是貴的 老實說三百多 四百元 貴的 七塊好沒有 對 兩色 三大斬 真的有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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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介紹一下這個 很漂亮 九六六 九六六 好 你看到這個 就是一個 擋在後面開槍的 一個大盾牌 然後你看看後面 其實這個 是一個支架的 如果收回支架 就可以把它 手提上手 的 就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 就把它夾 打開 撿開 這樣就可以 夾到手裡 好 嘩 這麼多工具 對 你看 嘩 死未 有盾牌 擋住 還有 喂 豬丹 怎麼搞 蛋閘 有兩個蛋閘 你看 死未 喂 不怕沒有蛋 你看 兩個盾牌 就是四隻蛋 一個什麼 就是兩隻 麵 麵 我們就說不到了 我說不到了 好 就是這樣 這隻呢 差不多了 這個機器人 很多工具 所以大家喜歡15部隊 變相 以及 卡拉通的話 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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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1600元 其實這個 一個就是雙腳 一個就是四腳 都已經差很遠 是 都是那句 你可想而知 這支東西 那個盒呢 好像在地下 竟然是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罪過罪過 記住 都是那句 國大玩具店 均有代手 沒錯 這一支東西 我個人來說 就推介這個 這個 強攻手 對 本身這個 Nepra 亦都正 因為 他的頭盔 葫蘆頭盔 搶了鏡 那怎麼辦呢 我還是要 祝你好運 待會見